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Ella 我跟我爸媽呢 向來都是有話直說 毫無忌諱的 有一次 我帶他們兩個出去玩 在車上聊天 聊著聊著 我突然就問他們說 爸爸媽媽 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哪一天你們走了 你想葬在哪裡 我爸媽沒生氣 反而跟我討論了起來 他就說 佳華 我覺得齁 你們當藝人壓力很大 而且喔 作息一天到晚都不正常 而且又那麼常常坐飛機 有可能齁 是你比我們先走喔 要不然你要不要先說說你的想法 我就說啦 我如果走了 我不要住公公林園 我不要住在不認識的人隔壁 你們呢 就把我葬在老家後院的那棵樹下 欸 我媽一聽就說 唉唷 這個想法不錯欸 那我也要住那 我爸一聽就說 唉唷 你要住那 那我也要住那 於是我們三個人就爭執不下 最後我們決定 先到先得 我認為呢 跟父母溝通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把你心裡的想法說出來 主動地引導 不要用叛逆還有逃避的心態 去面對你們溝通中所遇到的問題 簡單地說呢 就是 在跟父母溝通這件事上 你們要怎麼樣 要把自己想成你是他們的父母 一直以來 我都是一個主動表達愛的人 我對於敬重的長輩 我會主動地擁抱他們 我也會跟爸爸媽媽說 我愛你 有一次呢 我就逼我媽說 媽 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我愛你 說 你快說 於是 我就像一個霸道總裁一般 女人 快說 我愛你 說 你別這樣啊 我老公在哪 放心 一會兒就輪到你老公了 快說 我媽只好無奈地說 好啦好啦 我愛你啦 我愛你就我愛你 幹嘛說 這個字加上去就感覺很不耐煩 媽 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說一聲 我愛你三個字就好 於是我媽就很無奈地說 好好好 我愛你 我只愛你 You are my super star 我之所以可以跟我爸媽有這樣子的關係 是因為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們給了我很大的空間 說白了 就是放養 隨便養 我們家有四個孩子 那我媽媽必須要養豬來貼補家用 她的工作呢 就是每天洗豬舍 餵豬還要幫豬洗澡 於是我們四個孩子在邊上每天看著他 洗豬舍 餵豬 幫豬洗澡 看久了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照顧自己了 世上本沒有獨立的孩子 你養的豬多了 孩子自然就獨立了 因為我媽她平常養豬真的很忙 所以她每次送便當到學校的時候 她是直接把便當放在我們學校的圍牆上面 也不管我到底拿到了沒有 吃飽了沒有 反正她的便當是送到了 所以呢 我們家的便當也是先到先得 我進了這個娛樂圈之後我才發現 其實我爸媽他們很關心我 有一次我上一個節目 我情緒突然崩潰 我就拿麥克風敲自己的頭 然後我爸媽看完播出之後 就立刻給我打電話 佳華 你如果真的很辛苦 你就回來養豬吧 順便把Selina跟Hebe戴上 我兩個姐妹當然不同意啊 於是我們就各自開了公司 分別是認真美好 越來越好 以及進化娛樂請大家多多關照 還有一次我做了一個主持的工作 我被罵成是史上最爛主持人 我沒辦法 我不是那種光是站在那邊 什麼話就不說都可以主持的人 無欣不好意思 我就直說了 不是 不是 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好看嘛 你站在那裡就好看 可是像我這種沒那麼好看的 我站在那裡不說點話 我就會看起來更不好看 是不是 好看 其實呢 我自己被罵是無所謂 因為我是藝人 我習慣了 我能夠接受也可以消化他 可是我父母不一樣 他們不見得受得了 果然 三天後 他們給我發短信 欸 還不是打電話喔 是發短信 他問我說 還好嗎 當下我 心頭一驚 我才發現 原來我自己好了 可是我的父母 並沒有好 所以我趕快回他們說 好了好了 早就好了 上個月就好啦 欸 你們放心啊 我是不會回去養豬的 我現在也做媽媽了 我才知道 生孩子的痛苦 遠遠的超過 我之前的想像 而且產後 打個噴嚏就漏尿 還有 唉 算了 不說了 還有很精彩的啊 我在網上呢 分享了這件事情 有很多女孩子 就給我積極的留言 都說 我以為 稀哩呼嚕 噼哩啪啦的就生了 現在 嚇得我都不敢生了 哇 其實我本來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現在的醫療科技是非常發達的 這些狀況 都是可以康復的 而且 當你看到 你的孩子 健康快樂的長大 然後聽到他一聲 小奶音 喊你一聲 媽媽 噢 這一切都值得了 真的 現在的我很幸福 我有空呢 就會帶著我兒子敬寶 回去鄉下 看看他的外公外婆 看看 他們養的豬 讓他 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欸 果然 現在自己會吃飯了 謝謝我的爸媽 為人父母 確實不容易 現在的我 特別能夠理解他們 雖然 在我的小時候 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陪伴我 可是 他們一直在做的就是 努力的 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所以 我也要跟他們一樣 努力的 把我的生活過好 讓靜寶以後可以大聲的 對媽媽說 媽媽 我愛你 我只愛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哇 謝謝大家 我是Ella 哇 哇